海風騷騷 陰雨綿綿 海水侵蝕 雨水哗啦啦沖刷 讓港邊的船隻顯得斑駁破舊 灰色調的海邊 有偷海狼的無奈 也有生意人的欣喜 漁港的海產就像是蔡宜凱的寶庫 這杯看起來這樣 這杯每隻就飽飽 每隻就飽飽 認真地挑選著黃金蟹 因為螃蟹粥的好壞 就是取決於黃金蟹的品質優劣 如果說你抓起來輕輕的部分的話 牠就是已經比較瘦了 然後如果拿起來肥美的話 就覺得牠有一點分量 然後拿起來就覺得厚實感厚實感 除了挑選厚實的螃蟹 成熟度也很重要 腹部的線條像是年輪 透露母螃蟹的年齡 越熟齡線條越明顯 代表著蟹卵越多 煮起螃蟹粥格外香甜 本身這個黃金蟹它的蟹卵是 深黑黑色的 它不是說在一般外面看到黃色或是紅色 它煮的時候才會變紅的 所以有人以為這是什麼不習慣的場所 挖掉 那是最好吃的蟹卵 因為喜歡吃公肉的話 它肉多也比較Q 那母肉也有 但是因為它蛋比較多 所以有時喜歡吃它的蛋的鮮美 所以說各取所好 螃蟹肉質 公母有別 但是剛上岸的黃金蟹 不分性別 新鮮是唯一的美味保證 從基隆港驅車回到金山 蔡宜鎧趕著來買 黃港邊加丟席的海滋味 今天要來拿燒蟹 今天有漂亮 有啊 燒蟹很漂亮 都現鎮的 鮮美的小卷 新鮮看得到 聞得到 都還沒有清洗 就已經先送入口中 想先品嘗現鮮 這個都當天現抓的 早上才會來的 對啊 這個你可以吃看看 對啊 對啊 好像有甜 金山小卷盛產的季節 在四到七月 依著時間越來越大 因此把小卷添加在螃蟹粥裡 是這幾個月的限定版 小卷這一位 就是基本上我們就是當地 就是當季的食材 小卷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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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我就煮什麼這樣 只要是金山當地的漁獲 新鮮的東西 就是我的素材 謝謝啦 不會不會 和妻子劉亞威漫步在黃港邊 蔡宜凱格外有感 從阿公時代 蔡家人就是靠著黃港的豐富漁獲長大的 以前小卷的時候 阿公常常看阿公出海 阿公出海後 就是等等等等等到日期的時候 才來吃味道 幫阿公倒乾魚 吸收黃港的漁獲養分長大後 蔡宜凱曾經當過核電維修工程師 全台四處趴趴走 直到阿公身體不好 為了照顧把他拉拔長大的阿公 才又回到故鄉金山 因為要究竟尋找新鮮的漁獲 黃港就像是他的豐沛後援 總能找到雄親眼海味 這種煮魚湯 因為這樣煮魚湯 煮魚湯 蔡宜凱夫婦結婚沒幾年 來漁港好像走廚房 一方面為了店裡的食材 一方面也幫兩歲的女兒補充DHA 要怎麼挑最新鮮的海鮮 劉雅薇從一竅不通 到現在變成了店裡的採購品管大師 店裡面的海鮮 都是你很打官的嗎 對 品管是我 但實際操作面是我先生 所以要通過你的手 通過你的嘴 才能夠讓顧客吃就對了 對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給小朋友吃什麼 我們自己吃什麼 客人才會吃什麼 我們不敢吃了都給客人吃 先將新鮮的魚貨冰存保鮮 蔡宜凱後場還有得忙 食材一一入袋 確保四到八小時之後 熬製出來的湯底依舊清澈 洋蔥 昆布 柴魚 大大包的七股 其實蔡宜凱轉行做生意 一開始賣的是魚丸湯 餐飲門外漢第一筆交易 只賺十塊錢 但是內心的悸動 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她算是精神有一點狀況的女士 她買東西是不付錢的 她會給店家亂這樣子 她竟然投錢來跟我買我的魚丸湯 她是我的做生意的第一個客人 人家就說我要出溫這樣子 結果蔡宜凱並沒有出溫 魚丸湯賣不久 攤位就被市府收回 接著轉賣關東煮 兩年之後又面臨了收攤的命運 來 螃蟹海鮮粥 輕微一輪之際 到底適不適合繼續做餐飲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蔡宜凱 直到老婆的幾句話點醒了她 我明白我知道你沒有 不想要輸在這個點上 但是你的信念並不是告訴我說 你想要在這裡贏出來 而你只是不想要輸而已 餐飲逃兵於是發揮了 工程師Trial and Error的精神 反覆試驗 終於想到夫妻兩人都愛吃海鮮 又住在漁港附近 為何不賣最新鮮的螃蟹粥 就是先把它蒸過之後 然後再就是去它的嘴 還有它的塞 對 然後因為基本上 它是生長在那個沙灘上面的 它裡面會有沙 對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 就是整個剝開之後 蒸好了之後剝開之後 就是再用那個水 那洗過一遍之後 再就是裹粉下去油炸 黃金蟹一隻一隻放進蒸籠裡 享受蒸氣浴之後大變身 灰黑的表皮被蒸得紅撲撲的 它叫做黃金蟹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好好的刺肉它 它是我的前母 對 要先給它蒸 蒸 然後再給它SPA 然後再給它就是油炸 蒸熟定型 蔡依凱再度幫螃蟹晉升 去除腮根嘴巴等消化器官之後 裹粉披黃袍 放入搶搶棍的油鍋 浸泡完熱水澡 一升金黃油亮 它這個螃蟹就是 你假設直接入粥的話 那個肉質的那個水分就會流失掉 那我們就是透過就是先蒸再炸 然後用這個麵衣把它包裹住 不要讓它的就是那個甜分跑掉 鎖住它的水分 高湯裡加入去除腥味的薑絲 倒入白粥 主角黃金蟹入鍋 蝦子 鮮蚵 小卷等食材 一起熬出澎湃海味 螃蟹帶殼吃 軟嫩又美味 熱粥下肚 暖心 暖身 很澎湃 這個芹蚵好大隻喔 還有小卷 還有蝦子 它這個比較特殊 正經常用我們本地 燒蚵 還有你像現在的螃蟹 都很新鮮 裡面就是海鮮的料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有一隻很大的螃蟹 那這個螃蟹它有經過 他們自己先醃漬處理 然後再去把它的味道給它提出來 所以這個海鮮粥裡面的這個螃蟹的味道 是特別的鮮美 不只客人稱讚 這一碗海鮮粥也是蔡依凱女兒的營養補給品 沙沙謝謝甜甜滋味 讓小女孩一口接一口 品嘗著爸爸的愛心 脫海狼的子弟從事機械工程師 隨著工地遷徙 理想背景四處追夢 直到結婚生子有了甜蜜負荷 飄破的心終於能靠岸 在金山港邊和老婆同心協力 烹煮出海味的鮮甜 來 裡面坐喔 裡面坐喔 我唐姐她也是一個 一個老師 她跟我講一句話 我們是去吃麵工程師 有時候一天的話要跑三四場 以前我們家的餐廳是 全金山最大的餐廳 朱慈舟說的去吃麵 其實是一連三 待起碼八十年 從阿公阿嬤做小吃攤起家 到爸爸經手又開餐廳又辦外匯 做到全金山最大家 卻也做到兒孫輩 半多半都怕 當時在做大家都怕 因為以前我在半多 有時候出去一兩百桌 以前的桌椅都是磁心的 不像有什麼玻璃纖維的桌板 以前壓到喘不過氣 都不敢做了 沒有感覺 趁著油溫達標 補肉下鍋前當下 才鍋粉現炸 輕盈的就像仙慈那一般優雅 在油海中這個起莊來 而且一身金黃 無非就是蘇香通透的金履衣 可以熄火 那你也可以翻開 但是油溫就是自己要控制好 因為你補肉在炸之後 這個下去 就自然就把它補出來 不要下去以後又開大火 這個就是功力不夠了 竹磁舟的補肉 現在用的是腰內肉 不過早期爸爸做棕破腮的時候 當代的廚師都慣用竹井肉 尤其是北台灣兩大派系 北陀跟蒙甲的師傅 向來都是這麼做 因為以前有殺豬公 以前你有殺豬公的話 你就是有一些肉 要把它處理起來 那豬井肉的話 他們就是用來炸蒲肉 不是說豬井那個蒲肉是宜蘭的 不是不是 是宜蘭有媒體先報導 以前來講豬井肉 瘦肉的話是比較那個 那一般的話豬井肉 他們在炸的話 會有那個豬油的香味 會把它逼出來 而且要醃漬的比較甜 因為甜遇到炸的話 它的整個香味會 整個呈現出來 那個時代的伴桌菜 為濃而豪邁 諸此粥在幾十年 換了肉質部位以後 嚴格來說 麵皮比例 佐料調味也全都重新大改 唯有納入香底層 清零秀逸的靈魂 卻巧妙的被保留下來 那我們現在要用四種粉 四種粉的比例 它把它呈現出來 會比較酥脆 這個要保密一下 就是一般就是麵粉 剩下就是自己在調的 因為有些量很大 有些量一點點 但是你缺少那一點點的粉 就不行了 爽酥的皮一下 既包裹著細膩軟滑 也完美了蜂窩香氣 其實老台菜有好幾道 都類似這一般樣貌 熟白的酒家菜裡吃得到 便會版兜的老師圓桌上吃得到 有趣的是日式炸味菜單上 也都能見到 他們在做那個酒家菜的話 也比較偏向日式的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 台菜的話都是從日本 把它改變出來的 不是說台灣有台灣的味道 當然是有它的歷史淵源在 就是炸味菜 他們講的炸味菜 他們炸的東西就叫炸味菜 所以說你做一個廚師 做一個餐廳的經驗者 你要把整個歷史 你要把它傳承下來 就像我阿嬤傳承給我一樣 跟很多埋頭苦學的 乖乖排街班人不太一樣 竹瓷舟對老台菜 除了耳濡目染 他還重視淵源的相傳 甚至用大半輩子的人生 去咀嚼學問演化的所在 像是紅燒豬肝 為什麼紅了近百年 世人重愛的濕潤口感 總不被淘汰 紅燒豬肝 以前也比較少做 而且不會炒得這麼乾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沒有鐵刷子 因為它已經炒 炒到焦化以後 那個鍋子起不起來 對啊 對 所以鍋子好熱慢 所以說他們沒有炒那麼乾 會濕潤濕 濕潤的 炒豬肝 我們再炒多兩塊都炒不出來 沒辦法像外面 他們炒了五分十分的 你看我已經炒了六次的火候了 其實偏焦的紅燒豬肝 方肩滋味大同小異 但豬此周卻只奉記憶裡的 那一份古早味為歸念 偏偏在這道菜上 用火是藝術 滋味足不足夠呼應它的嘴雕 那就端看火候 操弄得夠不夠玄妙 在炒這個來講 我當時也要克服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每份豬肝它不一樣 有時候豬肝血水比較多 但是不代表它不新鮮不粉 問題是說 你如何把不一樣的豬肝 你要什麼樣的火候 什麼樣的過油方式都要不一樣 所以說這道菜學成要三年不可能 不可能三年就學會了 他們這一家 就很多的名菜都非常有名 尤其是那個豬肝 那豬肝吃起來口味 是跟別家不一樣的 非常嫩 口味非常好 非常的好吃 我從大隻爬到這邊來吃 我一年中來過好幾次 這一家店的它的菜色 其實滿豐富 滿多樣化的 在新鮮老街來講 這家店它 我覺得它比較乾淨衛生 這個我覺得我滿在意的 它的米粉湯就是湯很濃 然後那個芋頭香很重 那它其實很重 其實加的不多 就是很簡單 但是整個滋味就很好 調的很好吃 如果要提食材簡單 味道卻很濃利的金式美味 那麼玉香米粉在鐵粉的心中 肯定就無法抹滅 煮到軟Q的芋頭先起鍋 爆了香在倒進湯鍋內調味 芋頭量有多大 湯頭就有多濃 這一些都不是肯用料的 家庭廚房就能夠烹煮的Q 而豬此週之所以 願意回家任命調煮 那則是源起於20年前 它差點被宣判離癌的 那個轉捩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那個開刀嘛 在醫院躺了快兩個月 那我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這麼早 那個醫生有跟我講說 你還好是良性的 他之前檢查是惡性的 所以你那時候才幾歲 31歲 來 吃飽飽 你要多喔 其實31歲那一年手術前 檢查結果的確是惡性腫瘤 手術後經過兩個月 才戲劇性的發現 還好命運之神 把幸運還給了他 豬此週正是在病床上的 那兩個月 才下了決定要在人生路上 來個髮甲大灣 滿大的衝擊啦 坦白講你人生 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遺言都交代好了 坦白講遺言都交代好了 那時候就在想 我以前就是每天這樣子 工作 喝酒 醉生夢死 這樣子也不行 那後來我一直 剛好可以靜下來 想了快兩個月 想說是不是說 把以前的味道找回來 古時的後來是他真的 把老味道延續下來了 至今20餘年 守著老店也懂了阿嬤當年 把一道一道老菜的典故 一說再說 違反妹妹相傳的心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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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蟹比較Q一點 可是它高又比三點蟹來的香 對 那像十許說 它的熬的纖維雖然粗了一點 可是它的甜度又比這兩種來得好 環魚秋蟹的一百種吃法 不論老饕師傅 凡事或鮮 花蟹自然都崇尚清蒸 再則三點蟹可薄 肉質軟細 油炸炒鹹酥 也是海產店常見的大宗食譜 但對世代香成補萬里蟹的 第五代漁人來說 淡蟹是藝術 如溫柔的粉彩 料理也就不那麼飛黑雞白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稀嫩的 那它就選擇三點蟹啊 那喜歡吃Q彈或者說 喜歡食尋的肉質 它都可以拿來炒啊 好吃啦 很Q的啦 還有軟 現在還有軟 吃得都沒在說話 沒在吞嘴 你看 有點四隻啦 點幾隻 對啦 你是很愛吃螃蟹 對啦 螃蟹就好吃 不錯 滿新鮮的 你們今天特地從哪裡過來吃 我們從豬北過來 滿滿天的啦 八九月 十月 幾乎都會來吃啦 有時候一個月來一次啦 有時候兩個月來一次啦 自家補的海蟹就來自近海 位置大概在基隆雨和西北漁場的交界地帶 林宗翰是廚師 雖跟爸爸出過海 但要跟這個補蟹自力長達54年 龜虎一帶第一個主公海蟹的魚夫相比 還真是小屋見大屋了 如果鸡螃蟹 一般 如果鸡螃蟹也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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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螃蟹也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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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宜曼相傳 漁船自古就以捕捞 小卷海蟹白帶魚為主 而林爸爸算是完整利金 從傳統網捞 到機械師漁法的以待 儘管今年蟹礦不如往年 對比產地從外海來的秋蟹 鸡螃蟹還是偏好 等候近海的 整個都在吹起來 外海吹起來的味道 吹的味道不怪怪 人家說什麼味道 我們今天吹起來 現在香很香 肉比較乾淨 不一樣 剛才現在這個 這個汽油在變化 像今年到現在百風 螃蟹就有百風 喂 喂 吞了 我等一下 我可以摸摸摸 魚船靠岸螃蟹上岸 產地到餐桌的距離 岳莫就那麼幾公尺遠 不僅林宗翰的廚房就在港邊 媽媽賣蟹的小攤位 各是全年守在岸上 集滿虎視丹丹 早就卡好為捲齊繡館 來搶蟹的老客人 我們跟他買大概十幾二十年 所以你 這個秋天已經來第幾次了 你有拿衣嗎 第三次 那你為什麼都固定跟他買 因為他的是自己的蟹款 所以他的螃蟹比較好 是 對 然後他像 有時候那邊的人也適合 來跟他們買過去賣 很燙嗎 很燙 很燙 有雞 剛才有雞 有雞 有雞 有雞來的嗎 有剛才來的 有雞 這麼多 那是稍微多 稍微多 稍微多 稍微多一隻 稍微多 稍微多 這樣也弄得就對了 對 這樣 早上小屁練好就好 好 說今年變小客館 對 今年有更多一段 因為今年拿比較少 這個是母的 母的 說到母的都一樣 硬的是舀肉 萬里蟹水廣 宣觀光一紅十年 不過老灘 卻起碼擺上二十幾年 李媽媽是漁港周邊 第一位 直賣萬里蟹的小販 那時小漁村親近的 只存在一間小小孩產店 女人家靠的是同所無期 梳立起好口碑 房農景點至今 我同台生賣了 賣了 賣了 慢慢的三年以後 我們這裡一灘一灘 就慢慢開 剛才我也沒什麼人 我就是拿不拿不拿不 就是說 進海的好吃 還有魚貨新鮮 所以人家可以 他捕魚 來這裡的人 拉看拉看 所以就開始出門了 像他這邊的話 就是比較公道 而且有時候 阿姨心情還會多送個一兩隻 這麼好 對… 回去都怎麼料理 回去清蒸 蒸就好吃 對…清蒸 趁他還活著的時候趕快 蒸 有時候我們會買比較小隻的 像這種250的 我們會回去煮味噌湯 對啊 就是它比較小 可是你煮湯 它湯會很甜 相最遠道而來的天龍國食客們 總說海邊人家吃得舒服簡單 然而至於漁夫 好說大餐可就得重新被定義 尤其是餐桌上 每逢出遊聚餐才點得上幾盤的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家常晚飯 不是 因為我們的 隨手可得的海鮮資源滿多的 餐桌上一定要有魚啊 魚一定要的啊 好海人沒有魚就 不成菜啊 吃不下飯 蝦蟹基本上都是飯後再吃的啊 吃飽飯就會開始看電視啊 啃螃蟹啊 對 另外 從小吃到大也吃到老 揮喉的傳家們 廚房裡總也少不了這樣一碗海鮮米粉 魚鮮小卷 排蝦蛤蜊 鋪在米粉湯的第一要件 就是必須蓋到 讓人難以分辨主食配料的區別 對外人來說 這是澎湃熱情的豪門宴 對於家來說 卻不過是代科的基本門檻 如此才敢端上檀面 這個料非常的豐盛 滿滿的一碗 好吃 好吃 真的新鮮 它都很讚 很甜 還不錯 對啊 很新鮮 很新鮮 既能果腹 也算得上是宴席上的絕美大菜 但在林宗翰的記憶裡 那又是另一道入了位的想愁家場 算... 因為我姊姊嫁到新莊去 所以她回來基本上都會有 也算是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喔 對 如果說以前可以抓的量的話 跟體態的話 以前一隻龍蝦大的話 可以倒到兩三斤 以前的第一尺寸大 然後以前大概一個月的話 真正在抓龍蝦的季節的話 大概可以抓個六七百斤以上 現在可能不到一百一百處而已 小時候家門以外的海域就是冰箱 縱然現在和過去的漁獲量無法相比 她畢竟還是定下了習慣 也善於料理預先的根基 只是林鄉背景 似乎是每個漁村孩子 曾經嚮往又或是必經的路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跟憧憬 都會想說外面的錢比較好賺 或者說我想要去體驗一下 或者說我想要去出去 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回來 雖然小漁村到台北的路程 不過就四五十分的車程 但彷彿快速道路 能縮短城鄉的距離 也能阻斷城市的喧囂 和五光十色 林總翰出了社會 確實也離家在西餐和中餐 都分別歷練過 卻在闖蕩幾年過後 才有所感 家門前的這片海天天守著雖乏味 但總有在外再久也滋生不出的 踏實性案 那我也覺得說 反正在家裡附近工作 也不用說像台北工作 生活那麼周遭勞頓 還要去應付所謂的朋友圈 那討好那些所謂的師父之類的 會比較單純一點 在外地的日子 多半埋在廚房裡不見天日 回到龜吼的一剛開始 林總翰本也不假思索 就聽爸媽的話 到左林右舍的海產店去上班 結果陰錯洋茶 反而先跳上爸爸的卸船 但也索性有那一段時日 才讓年輕漁夫 有心修讀 好好爬書 如玩花筒般的航海地理學史 聽他說他們這年代 老船長的經驗 是書本上電腦上查不到的 以前啊 在抓一些魚類的時候 他可以很明確地跟你說 我今天在哪邊下網 那回來的數量大概會有多少 會有什麼樣的魚類 幾乎都是八九不離子 算一算 萬里謝風行的這十年 正巧也是自己回鄉到現在的歲月 那時每逢入秋 遊客漸漸喜歡走入魚世 代客料理魚世成了他呢 一展長才的舞台 其實那時候店也不大 也蠻多人不看好的 我們都覺得店小小的 然後又沒幾道菜 也沒有冷氣啊 桌子也是很刻苦的那一種啊 然後那個塑膠的椅燈啊 就這樣子做 小本生意起頭客難 不過林宗漢靠著漁獲生鮮 就用來自爸爸的漁船 小小海產攤百元熱炒 假日翻出率高 一天起碼也翻了六七十輪 靠全日積月蕾底氣養成 足足熬了七年 也才有今天海鮮館的輝煌盛起 現在台北的朋友 反而會羨慕我們 現在這樣的生活 然後說出去還要勾心豆角啊 還要去跟人家吃飯唱歌喝酒 才能對才能有一點訂單 才能有一點成績 我說我回家就要睡覺了 然後時間出去弄這些 年少時看盡的繁華心力 林宗漢現在都說盡眼底了 中年過後沉著穩戀的是態度 至於澎湃的思緒就隨行轉化為 餐館裡的豐厭相色 現在人生能拼都能築夢 也常伴家人左右 心滿意足了 迎風搖曳 剩下十節波斯菊取代修求花 在野地上比美 轉個彎看到三姊妹的老家 炙熱燕陽烤得專瓦發燙 可這熱力像有穿透力 加成屋裡的歡樂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 加上滿桌子的菜肴 庭堂裡很是有開啪的FU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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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三姊妹真的很會料理 我們 我已經來兩次了 我說我好餓了 可是我願意等 等到地老天后我都願意 因為這邊的菜太好吃了 月音催化下 不管是從雞龍還是台北來 都能嘻嘻哈哈 共處一室 廚房裡的三姊妹 也忙著烹煮好料 烹煮菜 有從小的痕跡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就是有雞栽種 讓它雨場共生 要加糖稍微吃 再吃一點 它這個竹子會把那個 雞的湯汁收進去的話 所以我們吃起來那個竹子 的話才會有味道 而且雞湯會比較甜一點 而且我會放一個秘密武器 你家吃的話 你就不用再加 鹽巴啦什麼去調味了 來 上菜喔 來 這是我們的薑絲燒黃魚 來 這是我們的白斬雞 苦瓜是我們自己煎的喔 自家苦瓜做成的涼拌梅子煙 早上現採的綠竹筍 招牌的芋泥炒食蔬 再剁個薑絲的放山玉米雞 別以為都是農家菜 餐廳才會吃到的 剁椒魚 這邊也可以嚐到 那個大椒下去切 切完下去 就是泡那個鹽 讓它發酵 所以它就一個那個 剁椒的香味這樣 把剁椒已經炒出味了 再把它淋上 然後再下去蒸 然後等一下再加上我們的蔥花 所以就紅綠魚很漂亮 農家菜有這種專業的菜 因為喜歡吃 所以就會想要變一下 不然每次都是煮紅燒的 煮那個香煎的 會被客人打槍啊 吃完了 我就覺得我最開心 我覺得我越來越有成就感 一場野宴說是滿足了韜客 其實更是三姐妹圓了心願 成功討到媽媽歡心 你怎麼會掛菇菜 有豆子跟豆子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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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豆子 給菇菜啊 硬菜啊 蚵啊 這個會不會種的波斯菊 是你種的 對 其實這邊本來是要種香日葵 結果沒有種成功 只活幾朵而已 地瓜啊什麼 我們這邊附近人種很多嘛 再加上我自己的能力 也沒辦法種那麼多 所以我就種花比較快 二十年達前 茶花經驗 小妹淑崩 是位被日本認證的茶花教授 老怕留下的田地一分為二 不是種下大片花海 就是種起各類蔬果 今天的話就是採韭菜 這是空心菜 還有苦瓜 然後茄子還有那個什麼菜龜 下腰 脈開大步 今天來客多少就採多少 動作俐落 農家樂喜悅之情 全掛在臉上 這跌歷已經運用超過五十年 酸甜苦辣盡在其中 天一亮就可以叫起來 水 不然沒水菜會死 然後一邊走就這邊 一邊生氣 要做 以前那個沒人給他做 這樣喔 他們爸爸那個 吊下去一定要走 現在變不一樣 對啊 現在不用吊很想要走 現在比較愛做 比較愛做 年紀漸漸 心境有所不同 尤其2016年至親離世 給家人極大衝擊 老伴放手 老媽媽陷入憂鬱 甚至慢慢退化 三姐妹看在眼裡 躺在心裡 一股要讓母親 再開心的動力 就化作行動力 以前爸爸還在的時候 都在常常找他的朋友 來我們這邊 烤肉啦 吃飯啦 泡茶啦 唱歌啦 老爸的精神支持 點子最多的熟分 就把在基隆廟口 做童裝生意的 大姐 二姐 都號召回這裡 兩三年裡那個時候 都不是錢 我們都不敢到後上上來 因為覺得 太想念爸爸 就是我們一上來 就聽到這個 船船的水聲 然後會很想念爸爸 爸爸在的時候 這裡給我們怎麼多歡樂 那爸爸走了 我們怎麼讓爸爸的田地 草都長得比我們高了 然後就會覺得 總該管理管理 是時候了 情緒也該管理 收拾起悲傷 帶著媽媽再回到 昔日和父親共處的老家 既然老爸好客 就把古厝打造成食堂 端出自個兒種的三產野菜 白分白的農家菜 這也意味 年過半百的三姐妹 得再收年就業 菜園的事情都我做比較多 二姐是負責長廚的 她是主廚 那大姐 大姐她事情多 她全管 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客 媽媽 媽媽最更厲害了 媽媽是董娘 媽媽 因為客人來都會想要跟她拍照 有時候她會不好意思 我說什麼 你偶像包袱 有 沒有啦 她怎麼撈花了 她還要... 她還要... 一點點我還沒看到 雞好了 雞好了 雞在跳 稍微要給她看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它裡面熟度 夠不夠 小時候還要把它雞毛耶 它裡面的那個噴出來有沒有 如果沒有血水 就代表這一隻雞裡面已經好 有沒有 我就會用一點鹽巴 就這樣稍微給它按摩按摩 一半都是用鹽巴水下去浸泡而已 可是爸爸說這樣會不好吃 我們現在已經雞的熟度 已經熟了對不對 你再給它泡在那個水裡面 它會讓那個肉 吃起來就沒有那個口感 簡爸爸年輕時是位中口腮 萬里一帶的流水席都由他包辦 熟貞從小幫忙 傳承父親手藝 端出的菜色 道道都能讓人爬上好幾碗飯 這個是什麼 補啊 這個是我有稍微用鹽巴醃製的 胡瓜啦 你說什麼 胡瓜啦 那個口氣管不夠準 我要跟它說補啊 這是蚵... 可以說什麼 蚵... 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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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油溫的溫子要150度 我超酸的 然後我這個時候我就開始下個油 我現在油鍋裡面さ fosse炸一下 這樣子的話就帶油鍋比較香 而且它不會那麼牛命 而且如果妳要生炒 我覺得不夠誠意為什麼 炒起來就很像便當菜 煮早餐菜 所以我就给它特别 给它稍微腌制了一下 然后把它的水分挤干 然后以后这个来来卤肉 就会很好吃 炸过后的五花肉还要炒过 嗆些酱油带出香气 盐巴腌制过的主角胡瓜 压轴入锅 厨娘说这儿的料理不复杂 就是懂得就地取材加以变化 我现在是用甘草的 不能够把油 因为香菇有水分 它要把它的油 把油炸起来 香菇才会香 八位我们去里面坐 往里面坐 花咸蛋也是 吃瓜 咸蛋 对啦 金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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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鹼 我真的是不能 不好意思 我真的帅上 如果金莎 金莎 金莎 那就把苦瓜 他等一下他忘了炸 他还在那边收水 还没有收上来 秀菜色 二姐讲得淘淘不绝 却忘了客人还等着用餐 越接近中午 厨房越像战场 小姐 五十八 一半都来说 来 几桌 八六 三 二 八 三 二 八 一 八 是吗 我才是要摸金莎 一 八 我才才是一 八 等背后看 我一摸 我这也摸 我看你用了 你知道金莎 成功不错 不是要一个人 一摸一摸 又多了 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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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加那个猪猪猪猪 好 好 互为助手的三姐妹厨房 大姐全常跑 二姐长厨 小妹是水咖一号 各相差两岁的三人 小时候打闹长大 现在为了共同目标努力 我找到妈 对 阿姨说她大家都知道 对 太大了 你都在三十而已 不是跟阿妹 你会这样讲 我都不来 你 她哪儿呢 大笑声中 越是显接姐妹情深 可以吃饭了吗 好 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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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采用夜 没多久 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地点环境优势 意外成了防疫后花园 室内才一大四小的桌子 一下子就塞满人 热闹景象 又好像回到父亲艳客时光 当时听长辈唱禮歌 我们的感觉很苦 跟父父 就会很想念很想念 因为太舍不得 眼泪最容易溃体的大姐 尽管最不懂厨艺 但把呆客之道做得有声有色 山林里生生不息 只要肯做 就能换来一声又一声笑语 童年时光 仿佛又重现眼前 三姐妹诉说着生命价值 不再把赚钱摆第一 孝子虞青 迈向目标过程里的喜悟哀乐 醉事难能可贵 肉汤吗 好 肉汤就好了 好 墙面上智能的线条描绘出 我的爸爸 这张儿子画的图 林宗庆用来提醒自己 就算在忙都别忘了 面对客人要笑口常开 现在的他为儿子打拼 认真地煮着一碗入魂的牛肉面 尽管时空背景物换心仪 但是为了生计 父母为了儿子打拼的场景 三十年前就曾经上演过 角色呼唤啊 刚开始会不会不习惯 不会啦 因为这是一种传承嘛 本来就是人人以为这个 传到年轻人去接受 这是真正常的事情 来 里面这个 煮好的面条上 放着卤到软爛的牛肉块 淋上汤汁 撒上大把葱花 成就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牛肉面 这个肉也是真的 它煮得很烂 但是它有嚼劲 真的很有嚼劲 很棒 也那个小菜也是很棒啊 对 另外我吃到痛苦流泥 真的太感动了 上岸的时候都会吃一点蛋白质 牛肉就是丰富的蛋白质啊 所以这是金山必吃的 可以这么说啦 汤很浓郁 有用心去熬出来的啦 然后肉呢不柴 很软嫩 不一样 有些吃不到 北北基最强的 真的 真心亏剑 北北基最强 强的是道地川味 强的是浓烈人情味 强的也是在地美味 这一碗家传牛肉面 最早是林宗庆的妈妈 跟外神老伯伯学的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热卖四百碗 从小林宗庆就是爸妈的小帮手 这个儿子我没带人家 这两个人家 四岁人家 他真的无关 他一个子不管啊 我没带人家 都帮他给我太多香菜 只有面不敢不敢让他短 面有热汤啊 热到就做不一样 小时候林宗庆就很贴心 看着爸妈忙得团团转 他也跟着在店里穿梭 点餐送餐 有时候林妈妈只顾着 喂饱客人的肚子 却忘了儿子也会饿肚子 直到林宗庆饿到肚子痛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 已经十点多了 就怎么整天都还是冷 心里都会咒骂 不要再来不要再来 会怕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年轻也很拼 连过年大年初一什么 都没在休假 全年无休一直做一直做 我就看别的小朋友都去玩 我每天都在那边接受这种折磨 林宗庆的童年都耗在牛肉面店里 认真勤奋 像水牛一样任劳任怨 直到家里收到了入学通知单 甚至有外国人想要领养林宗庆 林妈妈才想到店里不可或缺的小帮手 应该要上小学了 怎么每天来都是看他在那边端菜了 收完了 就有一天叫一个欢迎来跟我收 这个小孩留在店里 这样太可惜了 可以让我带回去英国 我要好好栽培他吗 不 当下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 我不知道我 我舒服掉了 这个是做妈妈的不是 生意太好 没有办法好好养小孩 妈妈的心酸 爸爸的辛苦延续了二十年 渐渐的年纪大了 体力不堪负荷 两老决定裸退 老店在两千年时画下休止符 这种行业很辛苦 不希望小孩子那么辛苦赚钱 希望他往别的方面去发展 长大后林宗庆做过汽车杂志的记者 也从事过殡葬业的业务 也许看过太多的无常 林宗庆反而想在柴泥油盐的日常中 寻找恒常 而南海中浮现的正是牛肉面的味道 那你说道地与否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就我小时候吃到那个老伯伯煮的东西 还有我父母学到他技术之后煮出来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是可能硬在我脑海里 那印象会特别深刻 干嘛不回来开店 这个问题被问久了 林宗庆起心动念 觉得应该要把家传的味道延续下去 就这么被客人拱出来 但是父母亲通通投反对票 差点就引起了家庭革命 可是爸妈不希望你去做啊 那你以后来怎么决定一定要做呢 用骗的啊 好骗 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他讲说 我工作辞掉我不干了 如果不愿意让我 不愿意协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我也不去上班了 当时年过三十了 林宗庆有了牛脾气 一心想让中段十五年的味道 重新飘香 前三四个月 父母进驻店里全力寄数支援 但是旧事例跟新愿景难免冲突 两代间摩擦不断 渐渐的林宗庆得到 越来越多客人的称赞 父母才安心的退居幕后 老人家是这样 他在旁边看 看到你做得很熟悉了 然后一些老客人可能也给他一些意见 说你儿子做得可能 有把味道找回来 或者说不输给你们 那他觉得很欣慰 然后就渐渐的就退出去了 小时后顾外场 现在内外兼顾 夏天所有的锅炉 搶搶棍 火力全开 林宗庆仿佛置身烤箱 我自己无聊 温度计测过 最高有到48度左右 人家送货进来 都说老板你肉都要熟掉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不是肉 你要小心地上都有 我身上留下来的有 不要滑倒 比较重要 既然选定了走回餐饮老路 汗牛夹背是家常便饭 林宗庆在忙碌中 再度地感受到 当年父母亲如何靠着牛肉面 辛苦拉拔孩子长大 曾经走入历史的味道 因为顾客的不舍和青睐 重新开张 迎回旧与新知 林宗庆传承爸妈的好手艺 也要让这一位 不只是金山人的美味 现在跟以前就是差很多 以前人叫做的话 平均有八到九位 出示在里面 而且他现在只有开一个多次而已 像我们这些老家人说的 跟我们扫帚扫过 扛扛 扛扛 都没人 不然看扛扛的人乱吃 像扫帚扫过的野柳 空旷的停车场 寂寞的女王头 嬉嬉落落的游客 清清淡淡的生意 开业四十年的海鲜店老板 童定名直发愁 这位也不知道要怎么 这位每天终于生活 终于生活五年而已 包括金山不要怎么 那就是全世界的事情 那就没办法了 我考虑说 我的玩家 坐人坐鸡啦 那坐鸡 我要这样做的时候 在我 在玩家没空鸡啦 所以要撑啦 也是要撑啦 老板把最坏的情况 都沙盘推演过了 但是儿子同事者 可没打算做以代替 年轻人主动出急 用破盘架的龙虾 拉回韬客的脚步 清龙虾 清龙虾 对 它在这一支的话 你看火力那么强 目前的话是空运进来的 韩国的品种 这是韩国的品种 对 韩国的品种 以这个尺寸的话 大概是在六两以下 然后每一支定价是五百八 一般的价钱的话 我们这个定价的话 就算它这个大小 也要八九百块 至少八九百块跑不掉 那这波疫情 对你今天也有的生意 这一区的话 以观光客来讲 我们直接少掉九层 九层 超夸张的 我其实从回来帮忙到现在 五年多 我还没遇过这个状况 这么惨 没有遇过这样 没有遇过这个状况 实在是很 很 对我来讲其实还夸张 可能一个礼拜下来 可能一天还没有一桌 有的时候只有一桌或两桌 我们海蟬就是尽量还是 还是要维持在一定品质上面 所以我们还是少量会进货 可能缩点开销 自己吃 要自己吃吗 对 我们两个小姿子 已经吃到都不想吃了 吃到不想再吃了 对 农家吃到都不想吃 货源可以少进一点 但品质却不能降 宜兰来的水车 天天再来活跳跳的虾子 今天几点出门 三点 三点喔 这样时间差不多 这个虾子是宜兰过来的喔 对 对 这个是宜兰过来的 宜兰的虾子 对 因为它的活度跟鲜度 它的虾子比较好 对 其它的虾子有时候 其它的虾子有时候 算是十一点钟虾 就是它早上可能八九点下 它十一点钟差不多 就快要震亡了 所以它的虾子比较好 所以我们都跟它下 所以就算生意不好 还用最好的虾 对 它的虾子真的比较好 看到有顾客在龙虾水池前 驻足观望 同事者赶紧上前促销 龙虾的话我们这一只 像活跳跳这样一只五百八 然后它有很多种料理 有配做生的 配做生的 配做生的 配做生的料理 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剖半 剖半的话 我们这边的叫算招牌的话 是算蒜蒸板条 好 爸爸或我阿公他们跟我们讲的就是 食物清理 用水煮也好吃 如果清淡度够的话 大概是三到五分钟就好了 清蒸龙虾吃原味 避风堂的鲜炸厚炒料理法 同样受到青睐 算是做海面料理 很多人爱吃 然后就是从香港也没穿过来的 就像一点薄粉 它像一点薄粉之后 它去炸 然后再用火调好的蒜 现在就炸 它其实活的东西就是很简单 然后 简单的调味就好了 以前爸爸我们做了之后 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真的是 算是就是 旅村料理 老板他们以前做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加了一些 从公司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在公司已经破片了 然后之后 我们回来就再加 然后再加上 其他的东西 设备也很清楚 七年级后段班的同事者 拿破产的架势 十足老练 回乡之前 他和朋友在台北合伙 经营日本料理 如果不是爸妈三催四嬷 把他叫回来家里帮忙 这会儿他还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小楠 我老师他做一本料理嘛 七二海鲜 好 这样啦 所以我现在要交给他 因为我是他古早味 对 他所有做的是一本料理 所以我们会结合 还是不错 不错 真好 提到儿子的台日融合厨艺 做爸爸的可是眉开眼笑 但其实同事者很多时候的 新点资 新做法 新菜色 冲得太快 老一辈的 都还没来得及追上 以前在做 三天一小早 五天一大早 真的那时候快感觉 快做不下去了 跟妹妹跟妈妈 其实上面 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变得是 因为我想的跟他们想的 可能不一样 所以吵了很久 我真的吵了真的快做不下去了 真的很想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回台北 后来呢 后来就是 现在遇到一些瓶颈之后 慢慢地 爸爸看到我的努力 然后也看到些许的成果 然后所以他愿意 愿意信任何 他整个 整个状态对我 对我到我做 好比这道蟹黄面包 明明没有蟹黄 而是咖喱酱用热油炒香 炒到像蟹膏的颜色 上一代的就不懂 卖点到底在哪里 偏偏顾客就很爱 吃不到还会生气呢 客人他们就指明要吃这个 因为这个 虽然不是我这边有 也不是这样 只是说 他们喜欢吃这道料理 我特别的请 请 特别去学的 之前有客人 他一直想要吃 所以特别跑来 从台北跑来 结果连续发现 两次都吃不到 因为我当天就已经卖完了 然后他这种很气愤 就打电话 之后打电话就说 你一定要帮我留 你不留的话我就怎么办 然后开始罵 再说这一道酒蒸牛奶被 烹调方法也是改良再改良 本来就用马来西亚的大壳 它大概这么大壳 对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温馨 就有办法进口 我们改用牛奶被 它是因为客人很多 都以来吃这一味 它就是很简单的 薑片跟烤鸡 然后加一点点的调味 薑都很鲜 它就知道它的海味道 它说女生爱吃这个 但是它的通常过程时间 可能要久一点 因为它不好 它这个品种不容易打开 这边算是在地的老店了 我们在地的人 都蛮喜欢来这里吃的 它开业已经应该有 可能四五十年的 你小时候就有 对 小时候就有了 新鲜好吃 赞 客人吃得满意 儿子长厨也有他的逻辑 看样子暂时没自己的事了 老板拎着钓竿往鱼港去 趁着天气转晴 钓点鱼 帮店里的水族箱补点货 我算今天也算不好了 算不好了 这三月而已 它隔壁那里 它隔壁那里就不好了 是吗 是 这鱼不一定 今日的鱼货量差强人意 但至少是现钓的雄七活鱼 正好拿来做生鱼片 老板一边盘算 一边喊着儿子处理鱼货 或许野柳风景区的荣景 一时半刻回不了从前 但是最美的风景人情 却没吞色半分 即使没有船只入湾的鱼港 不负喜日热络 老人安闲不往的宁静片刻 依旧凝住了静美时光 繁华错落千年女王悠然回眸 野柳人也徐会淡然 饭头要不用吧 不用 这样子我要先针 要再也先针 天色还在朦胧之中 新北市的金山小镇 照例由王道宽和伙伴们 划布宁静 赶早上工 为早起鸟准备一天的火力 五点开始营业 不要东西可以卖 所以我们差不多都三四点 就开始准备了 三个锅炉火力全开 白色音韵从蒸笼缝隙中 喷发出来 要和早起的客人比速度 蒸笼另一边 四个人扒指手 趕忙着捏包子 现包现蒸 没偷吃包 提前偷跑 是老板王道宽的赚钱节奏 一定要三四个医生来包太多 每天都是一套很包 我们这里没有隔天的包子 你现在放一面包子 其实它的肉汁都叫面皮 都吸收了 所以吃起来 你会觉得面皮比较湿 但是它的肉馅变得 比较没那么保守 葱肉 滷肉 高丽菜 酸菜 四种口味交错登场 每颗二两半 王道宽将近三十年功夫练就的手感 误差不到零点三两 包子折数十六到二十 是外在内含双修的美味数字 你这样包起来跟包的顺 不然你一个包包五折 你包不起来 会很便宜 你太多折的话 变成说它这个皮太薄了 美味数字还有一比一 是面皮和内馅的完美平衡 面皮太高 一定会觉得你的肉馅不够 专一下 怕是面皮的 要去吃起来会比较容易腻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包子本身内外兼具 吹蒸的工具也很重要 大部分店家爱用的铁蒸笼 速度快 容量多 但不受王道宽青睐 它坚持逐蒸笼才够古早味 铁它不透气的嘛 吹起来也会更搭 面皮也更搭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压力比较高 五个酸菜 然后十个卤肉 五个葱肉 整夕成要高的肉肉就多了 对 很好的 清晨五点不到 店里的温度抢抢滚 门口已经涌现固定常客 要从咬下一口 被泡泡又咪咪 开始活力整腾的一天 你都这么早喔 晚了要排队啊 排很长耶 我都差不多五点八六点左右 就来买了 要买的嘛 好吃的就要买的嘛 你真的要买的吗 你不知道的 现在肉包好吃的 陶克怕买不到的包子 真的不夸张 平日两千颗 假日三千颗才购卖 三十个蒸笼轮番掀盖 一笼不到三分钟 就全部清空 能够靠着简单的平民美食 在市场上成为温拿 温拿台币 王道宽手底功夫 跟他的包子一样扎实 不碰轰 中筋粉心粉 蛋白质高 面团品质好 虽然价格较贵 王道宽用起来不心疼 天然老面助阵 增添发酵风味 天气的冷热 包括本身面粉来的时候 它面粉本身的干湿度 也不一样 我到现在我还不敢说 我很搞定喔 我还是有时候会吃醉喔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因为每天的那个变化会不一样 负责面皮制作的妹妹王慈容 做了二十多年 谦虚地说还在学习 认真地把每个细节掌握到好 每天都战战兢兢 当作是第一次 客人买到哪边 我们才会做到哪边 我们并不是说做很多等客人啦 就是现做了这样才会好吃 面皮细心呵护 内馅当然也不能马虎 酸菜热炒之后 得焖上一个小时 让热油中和掉酸菜本身的酸色味 变得温润好入口 高丽菜选用高山品种 菜叶清脆水分甜度以及棒 一样 葱花比较长 而且它这个肉里面 葱白的那个汤汁会比较多 跟洋葱的意思一样 它会甜 质量贵 山姓味 我们我们有的比较好吃 质量贵上山姓的 这没有两千七美 招牌葱肉包用的青葱 只有宜兰葱才能入选 猪肉全是金山在地的 黑毛后腿绞肉 食物里程短 新鲜掛布景 猪肉青葱 五比一均匀搅和 让每一口内馅 吃得到青葱香气 猪肉搅拌的步骤 王道宽手工慢慢拨动 轻拢慢燃磨腹挑 天天替猪肉做按摩 是绞肉嘛 它的肉切尾它长度比较短 所以它比较没硬度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再用太大的去搅拌 比较容易会水分 会造出来 城市分明嘛 好像灌枪有 肥油有散的嘛 鞋子打起来好像有热锅 整个都糊状 都一样的颜色 切入纯飞 对啦 因为它那个有机械简利 会破坏那个肉的鞋子 说起猪肉头头是道 其实王道宽有专业背景 家里原本是金山的养猪大户 全盛时期一共养了三千头猪 但可惜民国七十六年左右 遇到猪价崩盘 一夕之间家里的经济 也跟着猪羊变色 也得到 人家那个报纸形容说 整个人都在里面都没人来 那时为了减少损失 王道宽自己私载猪汁 便宜卖给亲朋好友 猪皮鸡鸡鸡鸡 不过每每到最后 后腿肉怎么样都消不出去 比较扎实嘛 就比较硬 那吃起来口感就 感觉很硬的咬不下去 吃起来四口性不好 所以人家就比较急后推了 要把滞销的后腿肉出清 王道宽试着卤蹄旁做香肠 去市场贩卖 但生意不如预期 来吃包子的他最后想到 干脆来做肉包试试看 反正那时候猪肉很便宜 我们用料就不会省 可以用多少就尽量用多少 所以大家吃起来 觉得这个肉又新鲜 然后包子先蒸好 就先吃得到 所以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滷肉包用的滷肉 一样是猪后腿肉 酱油 冰糖 还有自家调味配方 醃子一碗 冷熟成入味 保留肉质弹性 酱香肉香兼具 又是一款人气招牌 用料大方 新鲜实在的肉包推出后 大受欢迎 从市场骑楼下 一天一百克 将近三十年累积口碑 到现在成了金山的美食代表 从基隆 专门来买包子 是啊 基隆没有卖包子吗 有啊 可是这家特别好吃啊 对 它的皮很嫩 然后呢 它的肉非常新鲜很好吃 王道宽的赚钱心法 任何事情都当成是唯一一样用心 就算是副业 也可以做成主业 还在学习当中 还在算是还在半摸索 半整合的阶段当中 觉得还是有一些 欠缺的 面对困境在擅长的领域找出路 善用资源把劣势变成优势 把赔钱货变成抢手货 金山包子王人生逆转胜 实在有料 小小的烘焙室是赖壁如的快乐天堂 这一天搅拌机如常的转哑转 十几分钟过去蛋白和砂糖起了最美丽的化学作用 成了绵密的蛋白霜 一开始我是跟我哥讲说 我只要投钱 什么事都不要找我 对 然后我是觉得当然我比较轻松 对 然后后来我哥他们觉得 还是需要自己家里的人手回来帮忙 五年前还是一位电子业采购 公司待遇好 一待就是十年 没想过要离职 跟没想到是回家帮忙做烘焙 我其实原本都不进厨房 我可能连炒个饭都不会 那其实后来就是我们 他们在想说 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产品 蛋糕不像面包那么简单 它其实一个比例不对 你做出来的成品就不对了 所以你后来有去外面上课 还是有 大哥采收起的地瓜有大有小 为了物尽其用 才会兴起把大科地瓜做成烘焙品 为了完成任务去上课 并考证照 但老师只教戚风蛋糕怎么做 至于地瓜入线 有执行上的困难 老师没教 那例如只好发挥实验精神 自己摸索 地瓜你太重 它会长不高 地瓜你水分太多 它整个蛋糕会 没有办法长得很膨 它整个就是扁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也揣了很久 然后也失败很多次 每一次做出的地瓜蛋糕 老妈和左右邻居都是白老鼠 但总被打枪 不是太甜就是太腻 只好一次又一次调整配方 气孔要很一致 主要是气孔要一致 不要有大小差太多 它是要很绵密很保实很湿润的 会有地瓜回香 就是回甘的那种感觉 姐姐做出心得 弟弟成了徒弟 两人回想当年 好气又好笑 担心烤出来的蛋糕 会突然搞崩塌 为了完成客人订到50颗蛋糕 往往得做出100颗 好从中挑出良品 我们现在 现在成功率大概9成9了 现在吸水是不是以前高了 有没有 没有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是觉得现在时间 你有比较高吗 我觉得你没有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 但是我 对 比较有自己的时间 对 比较有自己的时间 那这个状态 一个一个给它往内 往内堆一点 号召弟弟妹妹回乡种地瓜的 就是大哥 赖家华 在他生动活泼的带动下 学生们逐步完成 空窑前的准备工作 过去是为电子大厂的业务 现在扮起地瓜哥哥 有模有样 我们还很认真的去看 东森悠悠团 我们看这些哥哥姐姐 怎么讲话 因为我们去揣摩 他们的一个模式 大哥主讲 小弟赖家隆就在一旁当助教 这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 先前面对众人 是在丧礼场合 他担任礼仪师多年 同样是哥哥一声令下 让他工作气氛多了欢笑 把他投进去 丢进去就好了 兄弟俩合作 完成每次的控窑课程 这一个窑 其实是爸妈建立的 趟在今生 种了一辈子地瓜 年纪大了 种不动 就开放大家 单纯采地瓜 烤地瓜 非产即食 没游客 一切变得萧条 老人家只能望天发呆 眼看情势不对 田地荒废 人也失去生气 赖家华想把童年嬉笑弱骂声 再找回来 才会趁着四十岁前回乡整顿 他将课程导入游乐中 像是趁着烤地瓜空打 田间排排坐 来个有奖侦达 有没有人知道 特地商店烤地瓜 是什么颜色 是哪一种编号 是几号的编号 有没有人知道 几号 几号 确定吗 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变得上 这么厉害的 你们接受的 你都知道吗 这是安慰条 几乎很多是不知道的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 现在这是 几号几号评装的地方 我觉得很聪明 因为我这些姿势都不会 我会跟着一个小鳥 来 往前推 你听到飘一声 你听到飘一声就断掉了 不行 这个不行 小朋友的爆笑状况很多 经常把兄弟俩搞得哈哈大笑 有次 一位学生在园子里 又吃又玩三个小时后 他根据只是说 叔叔 你们家的南瓜好好吃 瞬间冷掉 现在的校生比以前的工作 是多了 别多了 对 现在的校生 对 之前要很严肃 现在差很多了 在这里 人生重新学习 功夫重练 过去只把窑 当作主食工具 兄妹三人回来后 砖窑成了媒介 藉由她带来人气 里面包裹更多 食材教育 环境知识 和周边商机 只是五年前 刚回来时 没有人的嘴型 是往上的 怎么可能赞成 她年薪破百 我 她比我还高 她年薪破百 我是劲百 对啊 怎么可能会赞成 妈妈很敢 对 因为在外面 没有人会赞成 对 应该没有人会赞成 长辈认为 再靠地瓜吃饭 是件辛苦 也是没出息的事 但赖家华一直坚定 此时不转型 更待何时 好巧不巧 二月回来 刚好碰上地瓜欠收 打坏他们想做薯条蛋糕的计划 没收入的日子 过了快半年 你除非真的活不下去 不然你再辛苦要撐住 为了面子 对啊 不然乡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就要撐住了 不然你躲在外地 没人知道 没关系 你回来出不起来 全天下都知道 整个头传到整个位置 这个村庄才几百人 一个为了面子 一个就是老实讲 这些田地 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去做了 后面老实讲 应该也没有人会再去耕种 对 就放弃了 就可能只有荒废 有意念付诸行动 休耕时要养地 尋散醉 三四月植苗 七八月后收成 田间重量级的农士 兄弟一起扛 家族四甲田地 现在恢复生机 也笑声营绕 每年几千斤的收成 经济效益放大好几倍 今生粗食红地瓜 在这里藏着最绵密的熊妹情 通常就是一大早 大概太阳还没出来之前 就开始到田里面去做采收的工作 太阳太大 如果晒太久 腰皮会熟掉 所以说会影响地瓜的品质 风和日丽 又是一等喜上美梢的采收季 紧跟在老机器后头 蔡坤明明明手剪的是地瓜 脸上翻的却是剪黄金的神色 很漂亮 看起来就是很漂亮 再看表皮就知道了 今年还没有看到羊绿不好的 因为今年该有下雨的时候都有下雨 然后不该下雨的时候都没有下雨 这大概是今年入秋前 过半农家共同的心理花吧 宜山傍水的金山也是如此 地瓜出土前 也无台风也无雨 所以台农66号一串一串 拔起来都像这样 细皮嫩肉 个头又壮又肥瘦 其实地瓜它只要灌溉两次水 那刚好台风那一次来 刚刚好是那个要灌水的那时候 因为要收成前大概三四天左右 所以它刚好保水度够 皮就不会很干 经验老到手脚也算俐落 但才分明或在采收工里头 怎么看就是不像为种田的 那个很难听耶 那个讲那个说 你台北回来台北低 因为我很白 我真的说超白的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去田里人家说 你台北低 你是买来回来 来这里玩的 一样的山光水色 一样的丰收好景 被嘲讽的那个十三年前 蔡昆明不是来玩的 但他确实天真的以为 自己可以回来金山养老了 所以租下一家店 也把年薪百万的汽车业务 假释工作爽快吃了 其实小时候不爱夏天耶 其实我是回金山以后 十三年前回来 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才回来 其实才知道说做农夫的辛苦 回来以后才知道 像我们台北回来 每次回去大概几个小时而已 不用两个小时 整只手都是水泡 整只脚都是水泡 夏天水土不服 那转个弯便卖地瓜走行吧 许多游子奋斗的故事 往往是在异乡受尽风霜 尝尽百态后 才苦尽甘来的 然而这个土生土长的金山小孩 却是在回乡后 才开始咀嚼心酸 因为没有资源 然后也没有工厂 帮我愿意像老板他们这样 就帮我开专线去生产 那你要每个礼拜 我大概跑两三趟的南部 我们就讲究新鲜 所以我们的量其实 你看这种 一个礼拜卖完的量 其实一般我们去跑工厂 是没有人会接受 专线生产的这种东西 当年 好不容易拜托来的生产线 总算盼到了 开机运作这一刻 但在蔡昆明一心 只关注着地瓜保鲜旗的同时 却得忍痛接受 自己的爱情 原来已经过期 因为以前我有开民宿 那以前民宿有 是跟朋友一起和我开的 然后他们就常常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要下南部 在地瓜 或是跟工厂 谈生产线 然后他们就常常 常常去吃饭 就常常相聚在一起 就可能他们日久深情吧 然后我就变成 我是聚少离多 跟他分手了 因为我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量很少 那地瓜本身的话 它就是两个礼拜以内 它的地瓜香气会不见 我们就拯救新鲜 地瓜酥 这一款老烧嫌疑 经典不衰的本土洋芋片 等时早就卖遍各大老街 蔡公明之所以坚持小改款 正是因为他太了解 金山地瓜的质感 因为地瓜 其实要110天是最好吃的 110天以上 种植 那你要做薯片的话 其实不像烤地瓜 烤地瓜的话 它们要收成以后 只要放七天 先洗过放七天 它才会甜 才会香 那我们的薯饼的话 它只能在三天内 就要把它做好 他一直在找我 说他找我的金鲜店 我说你要卖的时候再讲 所以不然他就走了 后来他又去找我 第二次第三次了 我看他这么生意 我想这些人要冲凉 我就说 尽量配合他 原来地瓜炸成饼 从熟成 清洗到下油锅 官官都得要精算黄金保鲜 油温太高会变质 油温太低 口感又不到位 还有油炸前切片 原来一顶也不像洋芋片 可以粉碎打泥 再统一塑形 红黄地瓜两样琴 一个穿薄纱 一个披夹克 尺码更不是一个标准打天下 就所向无敌 因为红地瓜的话 它含水量会比较高 所以它的厚薄度 它就会差大概0.5米左右 有差啦 就是57号的话 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少 所以它要切薄一点点 它下爐的时候会比较好 好去控制它的含水量 像这一种的 这种的因为它就是 骨子比较没有那么好 我们继续做的话 没有办法完全挑掉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捏掉 传种的透明包装带下 裂成碎蟹的 色泽焦黑的 摆上台面前 蔡昆明坚持 一律筛过泰选 若不是有心人 仔仔细细 一包包比较 就算是常客 也很难察觉出它的龟毛 我一周来我一周 这间特别好吃 我一周来吃 香又脆 还有我 我还会烤焦 烤焦很好吃 我不知道 我很爱吃 我那孩子也爱吃 红心比较香一点 然后黄的是比较脆 吃地瓜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 红的地瓜 那口味味道 地瓜的味道 比较重一点 你速度学会 帮我来 十三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很多苦涩 如今也都随地瓜 酥裹上糖粉 化作了香甜 不过当年 若不是有个 爱吃地瓜的妈妈 远从云林番薯的故乡 嫁到这个地瓜村落来 蔡昆明或许 也未必能跟 这一番事业结缘 当初我们在租这间店的时候 是我之前是做民宿 然后做百年古厕 那个 其实没有那么好经营 那妈妈也 也是很帮忙 就是当初把钱都花完了 她还借我五十万 她的积蓄 要不要买什么 你才会买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盒买什么 我们组织很高 很有信心 我们组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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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传统的一些食品 它不用创新 因为创新没有用 主要就是它最原始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人提起 它以前的那个回味 回忆的味道 该创新的不在谷味 而在思维 这个瘦小离家的金山芸娜 正用她的凹骨之节 从家创生打破局限 广安宫前 躲不停的人气鸭肉 还有吃尽极力的马老 金山山大名产主义就是鸡瓜 我这些脱身脱掉 我这些大八十多年了 旧石街屋成了一间间贩卖所 金包里三百年前的繁荣 借由这些古早味 继续诉说着清朝以来 商业大臣的心盛 我们这边是66吧 地瓜本身的 也有它的甜度 然后你就是炸 然后就是把它炸酥一点 就是 黄家仁舅炸地瓜 外申做粉圆 我特别喜欢这种油味 对 古早的那种油味的感觉 就是可能他们小时候 喝过的 吃过的 看过的 地景低雾因为人而美好 灯亮了 老街 窄面近身的顶阿咖建物 承载着好几代金山人的拼搏 当黑糖珍珠还没大行其道时 是这颗手工小粉圆深得人心 直到现在 它还默默守候在山城抑郁 其实我也想不出可以那么生气 在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好不可思议 它怎么变成粉圆 它就是累在要一直戳 其实第一天学完 然后都还好 回去有手有铁手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还好 但是当自己在卖的第一天的时候 戳到已经太累了 然后回去那个手是完全不能动的 我要把它戳到变成碎粉 因为这是加固水 当番薯粉遇到水 要尽力把结块捏碎 纯粹手工业 以为是老一辈的专利 但在金山老街里 看到八年级生也专注动起手来 有曾经失败过吗 有一次就是一直戳 戳了两个小时 都变不到 就叫我舅舅下来 下来戳 因为那时候刚雪 什么都不懂 对 然后就失败 然后就戳很久 想说为什么都不会变大 人家一戳就变大了 绝窍可能就是你要掌控那个湿度跟干度 重手感的工作 阿力可骄傲地练就出一双黄金手 粉堆里打转还摸不着头绪时 他解释粉圆有母子之分 搓出了母像是带有能量 过筛后会生出好几倍的子 粉圆就是这样 一捏再捏 一筛再筛 粉一洒再洒 就会变出一粒又一粒的粉圆 也正因为原料没有添加黑糖 一身纯白就是它的原貌 古早味有一位潮男孩动手 自嘲反差很大 当初的顺应情势 现在是越做越有使命感 煮这个技巧你要控制时间 因为它其实像现在 它已经要整手了 然后你要去搅它 不然它会焦掉 或是它会煮得比较烂 没有 我以前是在台南都市 然后我是受伤 所以上来北部这边养伤的 家人就说帮舅舅 就是一起做 然后因为刚好有缺人手 然后我就叫我 刚好我又学会了这个 所以就叫我坐这里 一场脚伤回到外婆家的疗伤之旅 因缘继绘 跟着舅舅和老师傅 学起古早味 对年轻人来说 每天做通常是有点疲累的感觉 对吧 也没办法怎么办 就是血 而且就是老手工 就是已经它是 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东西了 其实现在年轻人真的 没有人会去做分 没有人想去学 一个冬瓜粉圆 一个柠檬粉圆 都要冰块 都要冰块 这边是柠檬 然后这边是柠檬 谢谢 之前要做面隔大 多写几样 到时候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看哪一种生意 比较好吧 人是要多写的 我以前也不是做这个 我以前是做板膜的 板膜做一做手 然后手 全部两只手都摔 但现在就没有做 就开始做生意 热心公众事务的舅舅 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 原本住在更遥远的山头 为了念书才搬到老街区 油温也要控制好 不然它不会脆 如果你油温过高下去 变黑色不好看 麦香不好看 炸好就马上炒麦芽 就是不能停 不然你麦芽 它没有那个热度 它麦芽要整条 凝固下去 金山 临近海口和火山蟹 清泉灌溉 加上半沙子黑土壤 排水好 特别适合 汉地地瓜生长 年轻一收的山珍 变出多元面貌 阿顺老板特别钟情 拔丝地瓜 炸开后 立刻裹上薄薄麦芽 脆口加上松软口感 热吃破冰肠 各有风味 森球 因為現在一位籃球 因為你现在疫情 你不想租 別人也是租走 因為你等疫情好的時候 就是硬撐 對 也回不來了 就是硬撐 不然怎麼辦 就是沒有算 剛好打平也可以 就是防出水電這樣子把它打 沒有 對 來看看現在的拔丝地瓜 近年受到疫情重創 少了萬頭鑽動 更可以潛心思考 老街觀光下一步 但堅持把燈點亮做生意 新鮮現做 吃到的都是山城仁的真心誠意 黃家仁正守崗位 其實正是許多精神 貪商們的縮影 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它料很實在 是沒有上網看的 我是沒有上網 然後又有點在採訪 就進來了 滿好的 常常都要排桌 早上不到八點鐘 金山老街的小店可忙著呢 整個廚房忙著備料 老闆 主廚一大堆學徒 每天都在焊時間賽跑 為了做出老街最夯伴手禮 紅心地瓜伴手乳酪 製作餅乾粉每一步手工敲打 密合度得夠吃起來才酥脆 我們的乳酪擠下去之後 它如果沒有紮實 乳酪在烤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皮拉上來 那這個餅皮就糊掉了 餅乾入模冷凍後 緊接著就是整個蛋糕的靈魂 台農66號紅心蜜地瓜 把消耗地瓜裹上滾燙麥芽糖 關鍵的秘密配方 能讓蜜地瓜晶瑩剔透 甜而不膩 Q彈又較勁 這裡每位學徒都要拚手速 為了讓乳酪口感如同舒服了一般 充滿空氣感鬆彈 酸 都真的酸 有沒有說從沒肌肉練到有肌肉 有 手臂有變大 連去健身房的時間都省了 這裡每一步都是真功夫 精準快速注射密地瓜烤模 上百個白色乳酪大軍 推進烤箱大功告成 但乳酪跟地瓜這兩位中西主角 真的搭嗎 看著絡繹不絕的客人就知道 像有的起司 起司乳酪來講的話 它會有一種氣泡 或者那個它滿綿的 很細 我覺得它那個地瓜 跟乳酪的那個感覺很搭配 不會有衝突感 小孩很愛吃 然後我就覺得說 像小朋友生日 我就會買這些蛋糕 讓他去學校 我覺得就是有在地特色 是不太一樣的 一口蛋糕咬下 吃得到一整塊蜜地瓜 嘗過的人都意外地說 地瓜怎麼跟乳酪這麼搭 三種層次口感入口即化 來自於金山地瓜 得天獨厚 我都跟我們客人講說 金山的地瓜應該是 全台灣最幸福的地瓜 因為它底下泡著溫泉 上面吹著海風 那它本身有豐富的胡蘿蔔樹 它還有豐富的纖維質 因為它的整個環境跟氣候 鬼邊塗號 所以說種出來的地瓜 特別的綿密 金山紅心地瓜可珍貴了 一年一次產季 就落在八月到十月 省全集找農民嚴格把關 種滿五個月才准許採收 還得消水靜置 才撐得上惠田的玩手地瓜 所以這樣子的成本也很高 對 會多很多 因為那時間成本問題 因為三個月就採收 跟一個五個月多兩個月 相對成本會比別人高很多 因為沈老闆的用心 把紅心地瓜伴手乳酪 一炮打響 他乾脆研發出一系列的 金山地瓜乳酪甜品 有別於蜜地瓜 使用北海道乳酪 紅心地瓜泥 搭配口感偏酸的澳洲乳酪 反而口感更合拍 讓乳酪更細緻一點 因為裡面會產生空氣 我們每天大概都要生產上千顆 因為我們這個有時間性 跟時間賽跑 因為有時候會產生消泡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趕 速度一定要跟得上 不然就會影響到 我們做出來的口感 時間一旦跟不上 口感就會出現粗糙感 做其他季節口味也是如此 這道芋頭生乳燒 也是採用功夫手打技術 讓麵團入口即化 放進烤箱 染上金黃焦香 一層一層 加入鮮奶油和大甲芋泥 看起來像泡芙或銅鑼燒 但口感如同舒芙蕾細緻 開發出最fancy的金山老街伴手禮 創業不是一蹴可擊 這份事業打磨整整七年 才成就一個月賣上萬顆的好業績 我們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遇到很多客人給我們的反應 這中間就是剛剛遇到很多這種客人說 你們這邊金山老街地瓜 就只有地瓜片嗎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商品 跟地瓜有相關的 我們拿不出來 對 那才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地瓜 再做更多的延伸商品出來 六十六年次的沈全集 來自廣告設計公司 在創業地瓜乳酪之前 創業無數都失敗收場 小時候爸爸是清潔工 媽媽國小離世 家中七個小孩 身為家中老妖 小得賺錢不易 高中畢業就想當老闆的心 每一次失敗 都成為他的試金石 不愛吃甜點的他 曾經一週七天 每餐只吃地瓜蛋糕 為了釋出多數客人 愛吃的比例 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開始在做商品的測試 有做古早味蛋糕 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最後我們才找出這個滷肉蛋糕 所以中間試了很多很多 對 其實那時候一開 其實會很擔心 疫情跟這樣的商品 在老街是不是不被接受 對 但是我們開了之後 逃乎我們的預期 反而在疫情當中 客人還能願意接受 而且反應還非常好 既幫助到金山老街做觀光轉型 又能將在地台農的紅心地瓜 從樸實創造華麗滋味 一個人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 金山周邊老店家 也看見省全集的努力 每逢年節好日 都願意推他一把 讓外地人嘗嘗 金山地瓜有多美味 打磨七年 如今帶著太太 舉家搬遷 金山落地 成為駕槓金山人 繼續用這份不屈不饒的堅持 點亮這一塊黃金寶地 秋風起 萬里的野柳漁港開始熱絡 補蟹船來來往往 帶來限定的大海鮮味 剛剛捕撈上岸 朱漆的萬里蟹得搶時間 來送到市集 西雄的很多 西雄的很多 不要一直漏蝦是買的 漏蝦是怎樣的 水會變得正 湯起來水會比較正 連著大雨造成不少傷兵殘降 不是瓦跳跳地 絕不送進客人嘴裡 這是蕭家人三代的堅持 所以只要蟹腳養了 嘴養的客人就會準時報到 今天是特地來吃秋蟹的 秋蟹是這個季節開始 炸的時間 買一買然後吃那邊料理 這才新鮮 這才買現吃的 是啊 萬里蟹喘季剛開跑 不是休假日 實際的用餐區 卻幾碗強吃第一步的顧客 清蒸吃原味 熱炒很開胃 洞口之前拍一張網美照 也是必須 美美飽滿好吃新鮮讚 很滿足鮮甜 咬下去滿口芬芳 很滿足的感覺 老饕級而已 我不是老饕 我是喜歡吃才有種身材 很滿足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比較愛吃海鮮 那我們會定期的 就是哪邊有美食 我們就會去特別 那之前有來這裡吃過嗎 有 這邊來過NBM的新鮮嘛 那第二個就是民產嘛 對啊 我想說我們現在這個年紀 大概就是能吃趕快吃吧 一般這種魚線版 對… 然後這個氛圍是比較輕鬆 開心版 然後沒有拘束版 萬里蟹該怎麼挑選 哪一種最肥美鮮甜 返鄉承接攤位的蕭智芳 詳細解釋 萬里這個地方抓到現在 對萬里蟹 有三點火氣到九層 三種 還有萬里抓到現在 它都用綠色的繩子綁 不是用外面的 那種火氣比較好吃 火氣比較厚 火氣比較厚 肉比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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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比較厚 火氣比較厚嗎 對啊 火氣比較厚 這兩… 九層到三點 差不多了 火氣比較厚一倍 我們比較厚 比較厚 這就是我們摸 摸要有硬 摸就要硬 你像這個 這個螃蟹有肉 它摸起來就是硬的 你看這個跟這個炒就差不多了 顏色 這個比較白 這個會比較厚 摸下去 這個地方是軟軟的 對 軟的這個比較水 比較沒肉 對 肉比較水 這個天余說 不吃肉就讓它抓起來這樣 綁上綠色焗焗的 才是認證過的架槓的萬里蟹 台灣近海苦撈的海蟹 有將近八成來自新北市萬里區 萬里外海的西北漁場 能暖流交匯 適合海蟹生長 但是萬里蟹有身分證 也才不過七八年 當初為了區隔進口蟹養殖蟹 野生的萬里蟹才開始品牌化 在地化 而鮮美的味道 不明則已 一鳴驚人 原本在外地當廚師的蕭志芳 就是被父母徵召回來 跟弟弟兩人 在龜吼市集擺攤 家裡的腳手不夠了 因為龐蟹鯉開始 政府開始在辦的時候 也開始不一樣 我稍微在那裡做 你覺得這外地有帶動 會怎麼會 會帶動地方的經濟 這個差很多 不然之前是都沒有什麼人 來吃螃蟹 萬里蟹的驚人實力 確實帶動萬里地區的青年返鄉潮 跟媽媽一起做待客料理的巫醫會 也是市集的移青身影 亮麗的外型 被客人封為威武之霸 看妳看 我見了鬼吼之花 就是因為回來之後 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不願意回來 那我剛回來的時候真的都是媽媽 阿桑一些大姐在這邊請妳 那我回來之後 的確是因為 也是因為有一點延遲 然後回來幫媽媽 對啊然後大家就給我這個封號 那真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房間是650會再加100塊錢 所以是750塊 把妳含料理清真到好 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 一會從辦公室的OL 歷練成螃蟹一檢 這轉折有杯有喜 濃縮人生百味 當初我父親就是生癌症 然後常需要長期跑醫院做化療 然後沒有人接送 那我只能 我媽媽就說 那家裡再做生醫 那不如我就回家幫忙 這樣子也比較好 就近照顧我爸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地把工作值 然後回家來幫忙 然後上個位可以接送我爸爸 就不用跟老闆請假 因為我的老闆就是媽媽 隨時就可以 我爸爸如果有狀況 需要跑醫院去隨時可以到 對 當初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近照顧我爸爸 妳來回家幫忙 不然通常這個工作 年輕人不願意做 因為這邊夏天好熱 冬天好冷 然後每天都在這種環境 然後都是雨的味道 一般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能接送 那因為自己家裡人沒辦法 做到就是得扛 得扛下來 得做 那就是回來就是做就對了 現在我挑螃蟹非常厲害 因為我每天都在跟螃蟹談戀愛 現在 所以每天在抓螃蟹 抓來抓去 抓久了就知道 哪一個螃蟹比較飽滿 哪一個不飽滿 飽滿的程度到幾分 現在都比較清楚 萬里蟹真的是 因為它是野生的 肉質非常鮮甜 非常飽滿 比養殖的螃蟹還要好吃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萬里蟹是我吃過 最好吃的螃蟹 我都在台北吃得好 對 旁邊的爸爸伯伯 不是 要你自己吃 對 你叫他回來嗎 我叫他說不要上班 來幫忙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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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 雞來賣身體比較好 對 他比較有樂園 他這個小鴨就有好 對 旁邊都去吃得比較好 對 他爸爸 我心裡都去幫忙忙忙忙 在豐壽的秋季 萬里的漁港和市集 空氣中有海蟹的鮮 料理的香 掺和著漁民的笑與淚 怎麼不叫人留戀 所以每年只要秋風起 總有那麼多人 不自覺地往萬里走去